那究竟是什么 究竟是什么东西 突然占据了如意白宝囊中的这部分空间呢 唐三小心翼翼的将手探入白宝囊中 再想去感受的时候 却发现先前触摸到的物体又没有了 他顿时想起了小五 赶忙将小五从如意白宝囊中捧了出来 看着沉睡的小五 唐三心中多少有些失望 连他自己也不明白 内心之中究竟在盼望什么 唐三确实有些乏了 一进入睡眠状态 唐三身上就散发出了一层淡淡的蓝光 蓝蚓领域在本能的驱使下自行散开 在这直径一公里的范围之内 所有生长着的蓝蚓草 都会快速释放出自己的生命气息 注入他们的帝王体内 梦里唐三见到了小五 梦到小五重新回到自己身边 他们紧紧的拥抱着彼此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外面传来了敲门的声音 三哥你好点了没有 胖子什么时候了 他迷迷登登的向怀中看去 只是一瞬间他所有的睡意都如同潮水般退去 已经晚上了 三哥该吃点东西了别睡了 那个破质一族组长还等着你提出条件呢 胖子你先过去我马上就来 在马红俊离去之后 唐三用力的掐了自己的大腿一下 整个身体都在微微的颤抖着 难道是你有高安排的 不 这不可能 四宗族组长不会是这种人 强烈的不安不断侵袭着唐三的心 顿时让他警醒过来 他毫不犹豫地抽动自己的右臂 而他的身体这么一动 怀中的少女顿时被惊醒了 那是一张宛如精灵般精致到极点的容颜 可一切依旧是那样完美 更是那样熟悉 小 小 充满颤抖的声音 显得有些嘶哑 只是一瞬间唐三的眼睛已经完全变得红了 湿润了 真的是你吗 小五 你知道我有多么想你吗 你为什么那么傻 要用仙计来救我 如果不是因为你有那一切复活的机会 我已经随你而去了 唐三的声音充满了哽咽 他紧搂着怀中的挚爱 内心中最柔软的地方不断地站立 他希望时间永远停止在这一刻 永远 小五 对不起 可他激动抱疼你了是吗 小五依旧呆呆地看着唐三 缓缓地将头贴在他的胸前 小五 你怎么了 唐三的激动 在看到小五那空洞的眼神时 快速冷却了 冰冷的寒意 渐渐从他的心底泛起 好 好 好